就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非常独特 那就是他的那种等级社会 这个以大名为主 那么其他的人是怎么努力也不会翻身 这一种等级制度 却被赖清德给羡慕上来 你来咯,重庆坦白,我说我重庆 我们看到赖清德紧追着日本走 他还不是跟着美国走 因为我们知道罗森伯格已经第三度的来到台湾了 那为什么来到台湾又来第三度呢 前两分钟不就够了吗 是啊,因为第三度他来呢 是要赖清德能够好好的给蔡英文面 也就是说赖清德实际上不是跟着美国走 跟着美国走的呢,完全是蔡英文 那么赖清德跟美国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呢 顶多一半 也就是在武器这方面呢 或者是所谓印太战略呢 他只好跟着美国走 但是其他部分啊,他是跟着日本走 这啊,就使得赖清德肯定是要比蔡英文还要更惨更糟了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啊,就要跌出所谓的发达国家了 咱们来看看日本的人均GDP啊是三万四千美元 而且是一路下滑,滑到呢,跟台湾啊几乎快要拉平了 也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啊,的人均GDP几乎是快要差不多 但是台湾呢,还缓步上升,现在呢也卡住了 可是日本呢,是一路下滑,他是比台湾还要惨 为什么?因为台湾呢,还有五百大半导体呢,还力挺着 再者呢,台湾呢,因为依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达30% 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所以中国大陆一直长期的给台湾奶水 偏偏啊,大陆可不会给日本奶水 因为啊,这个大家是不会忘记啊 日本的清华,还有南京大陆这些种种的激烈的恶行 现在咱们看看日本呢,到底是什么局面 而耐性的却要靠这个日本 简单的说,日本啊,从1992年以来 也就是广场协约7年之后 他们的房地产真的就撑不住了 1985年的广场协约使得日本啊 整个情况就重挫,原本啊 在1965年以后啊,才刚刚重新站起来的日本 这为什么说1965年重新站起来呢? 是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嘛 他们经过20年的升级教训 那么美国呢,又重新给了日本很多资源 所以还1965年,站了起来 站起来之后呢,他就搞了一个所谓的日本第一 这种称霸啊,大概只有20年 20年有一个广场协约在1985之后呢 他后面还有7年的缓冲 日本人还以为啊,这个情况可以继续 但没有 1992以后啊,日本就一直往下滑 才有了著名的所谓的失落了30年 但是而今看起来,他不会只有失落30年 失落40年,甚至50年恐怕都在所难免 因为日本的生育率非常的低 再者日本还有一个严重的事情 那就是啊,他的土地很贫瘠 还有一件事,是他的板块非常不稳定 一个不小心如果有个大地震 可能整个日本列岛啊,都会摔到玛利亚那海沟去 再者呢,是日本他本身经过福岛的重创以后 实在是污染的非常厉害 那么他的水果啦,或者是渔蚕啊 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所以核史啊,对日本来说 当然是十分严重了 这几项交叉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非常独特 那就是他的那种等级社会啊 这个以大名为主 280几个大名啊 几乎就是地方的头头 那么其他的人是怎么努力也不会翻身 你就算再会读书,读到东京大学 或者京都大学这种世界百大名校 其实结果你仍然就只是一个领薪水的人 你呢,还是很难做阶级翻身 但是啊,这些啊,这个书读的不好 但是是大名子弟的 最有名的就是安倍晋三啊,麻生太郎这些人 他就算再怎么不济 他仍然是位居高位 这种等级制度啊 却被赖清德给羡慕上了 赖清德出生于寒门 他呢,自然而然很想成为王谢唐前燕子啊 所以他跟日本的往来呢 自己觉得非常的香甜可口 殊不知啊,日本这一套经营方法 在江湖之后啊,现在恐怕是很难再盛行 因为呢,本来就已经混不下去了 在1945年 是后来美国给他们资源 这些大名才重新再站起来 又兴盛了个20年 后面这30年呢,只是勉力支撑 后头啊,后来会再也撑不住 大家仔细看看日本东京的房地产就知道 他是夭折再夭折 再说一次啊 是夭折再夭折 也就跌到啊 最高点的两层多 有些都还不到 为什么呢?因为房屋过剩了 人口再减少 而且他又不欢迎移民 在日本本来就不好移民 因为日本人啊,他独特的语言 他也几乎是单一民族 他对于外来民族呢 他其实如果驻到日本岛上去 是一定程度的被歧视的 再者,他那个语言有一定的封闭性啊 所以啊,不像一些适合移民的国家 所以日本呢,他要滑落到 这个非已开发国家 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他只差四千元美元啊 因为国际有个规定 你想要成为发达国家 发达经济体 你得三万美元以上 那么日本呢,显然呢 是不升反跌 虽然他仍然稳居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你看看啊 德国人家是紧追在后 所以日本很可能很快的滑落到第四 甚至到第五 而赖清德再继续跟着日本 那台湾是一起倒大美 而且我们看看啊 日本呢,糟糕了两大现象 甚至三大现象 台湾都有 第一个是少子化 第二个是房地产严重的泡沫化 第三个是通货紧缩 这三项台湾全部都有 台湾就好像复制日本一样 而赖清德现在想跟着日本的经济模式再走 那就是自觉坟墓 而且他的脑袋里面啊 大概也只有日本可以学 因为呢,他英文太差 他长期跟着日本人这些互动呢 他就是直接拷贝剪下贴上了 换言之 赖清德是缺乏思考能力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完全就是被媒体给包装出来 被新潮流给包装出来的一个政客 如此而已 感谢你的收看 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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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频